一京风水智慧奠定世界和平根基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一京风水专业电视台维新电视 2019年5月11日 星期六晚间7点30分播出的维新新闻 我是洪聚佳 禅吉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 几亥年公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 护国习栽水露大法会顺利圆满 天人法界同欢 水露法会凝聚众人正念 与诵经1500万部目标的能量 强而有力地推动着共同的理想世界和平 在法会圆满之际 由分四道场助持引领同修 以及中期保顶等道场圣物 回归各道场安坐法仪完毕 至此为法会的正式圆满 禅吉山维新圣教 几亥年公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露大法会 八天七夜的法仪 于四日下午送圣后圆满结束 宗祖会员禅师于千佛禅堂开示 感谢同修弟子们的辛劳后 随即来到维新圣殿 举行公送中期回各分四道场法仪 为法会圆满画下句点 宗祖带领各分四道场 助持法师焚香礼拜 禀告老祖师尊 并开示弟子们 你们辛苦了 遥遥白白 走了这么多年 一年一年的度过 每一位的头顶上的岁数 文录也都一直加 那是天的一直阳性的天一直增长 也许有的同修 你们都很幸福 我知道 师父也没有钱给你们 你们要自己去化圆 要自己去张罗 要自己来运转做法轮 所以 对不起各位 让你们辛苦烦恼那么多 尤其我们在水陆法会 一结束以后一年大家都很忙 准备明年一年的水陆再法会 大家诵经 刚才我讲的经 今年是1300万1780步 虽然不到一千五 原来今年 我就让各位自由来诵经 看各位的 各位学员 精进的程度怎么样 算一算 还是精进度很勉为其然 可以勉强可以过 我希望新的开始 国家的平安 台湾的平安 需要仰仗各位 法师你们的努力 所以今年才有 335577 33445577 668899 到10月10号 也在日本大盘 到场圆满 9月9号 我们的九龙柱要落成 整个都是在祈祷的两岸一家亲 两岸能够和平共荣 共生共荣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众生已经迷掉了 老祖师尊还叫我们要 把九龙柱盖起来 所以各位法师住持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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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这个 不动 跟我努力 我也很感恩 各位 宗主其勉弟子们更加精进来修行 宋宗祺由大师兄 圆同禅师主持 于中古生中将各道场 宗祺 宝鼎 老祖 今生 一一送交道场住持 住持法师率 同修向宗祖行三拜礼后 起程回转各自道场 音量 各道場中旗回到道場 由道場同修恭迎中旗 住持法師帶領同修們 焚香禀報王禪老祖師尊 依循儀軌舉行七日法儀供養中旗 及道場轄內三界萬靈 法會至此圓滿 法會至此圓滿靈 等於這代仰謀 维新电视综合报导 在水陆倒法会期间 分寺道场与总本山同步 于农历三月二十六日 以庄严书圣法仪 恭祝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诞 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三月二十六日 是禅基山维新圣教教主 王禅老祖师尊的圣诞日 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皆依法仪 由住持法师 带领各道场前世同修们 香花果篆受桃寿面供养 供祝教主王禅老祖师尊 圣诞千秋圣寿无疆 在三十多年前 宗主滚原禅师与老祖天人合一 弘阳一经风水妙法 开始转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法轮以来 众多弟子同修 及其周遭亲友与有缘之人 受王禅老祖导假祠堂 所传妙法之恩 疑苦度饿 迈向平安的人生 更有众多企业主 因此摆脱困难 顺利经营 造福无数员工与家庭 这都是王禅老祖的慈悲 度人旧事不慈劳 唯心贤士弟子秉承天命 共同转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之法轮 见证老祖师尊 所传妙法 度人旧事消灾解恶 更是由衷感恩 王禅老祖大天尊的慈悲 各道场由饭辈同修 引领大众 恭送王禅老祖学妙真经 与鬼谷先师天德经 等经典 功德回向 法宴供养 共祝王禅老祖师尊 生日快乐 迎 myst乐 英号 柅京谁消灾 última旅行政与家庭 維新電視綜合報導 請稍後片刻 馬上回到維新新聞 灣新禪吉山維新聖教墓前 最新建設 5月5日上午9點至11點 宗主混元禪師 歷臨臺灣南投維新聖教總壇 主持安奉金鐘的法儀 莊嚴的歷史時刻天人同歡 禪吉山維新聖教宗主混元禪師 5日上午率領門下弟子 與維新聖教八卦聖城總壇 舉行私縣調金鐘奉安法儀 安設金鐘與總壇正後方 金鐘一響法解勋 法儀在宗主敲響三聲金鐘之後升壇 宗主帶領維新世界和平促進會理事長 元毅法師吳宏錡董事 王錦潭董事 規劃院元倉院長 吉仲法師弟子同修等 焚香奉請諸佛聖神光將 慈悲加持奉安法儀 元毅法師代表公秉私縣調金鐘奉安文書 吉時一道 炮竹聲響連天 元毅法師送念三十六金鐘祭 敲響金鐘 終身傳千禮 諸位董事 法師及同修弟子們 皆一一上前敲響金鐘供養法界 宗主混元禪師在金鐘前方開始 大家平安 兩岸和平 世界真和平 今天是幾亥年四月一日 在昨天呢 從三月二十三日 公治王產老子聖誕 水入復國徐災大法會 在昨天已經圓滿 今天四月一號 輪到維新聖教八卦聖城 八卦天心 廟年台 最頂點的 私縣調金鐘 世界和平 私縣調金鐘 原典 私縣調金鐘 私縣調金鐘 這個私縣調金鐘呢 是一個道 道將中途 就姚詩君母和王母娘娘 開示了 要世界和平 一定要讓道將中途 喚醒民心 喚醒覺醒 才能夠世界和平 從民國八十年 一步一腳運地走 在殘疾山仙佛寺 世界和平中樓 第一響 響起來 到現在 已經整整又三十多年了 這個禪的意境 非常的深遠 王山老祖開示 要世界和平 務必要有私縣調金鐘的寶地 首先這一個點 就是要建設一座易經大學 易經在大學 大學在易經 世界要和平 一定要有中華文化的匯保 這個金鐘和易經大學的法脈 才能達到世界和平 但是講起來是這麼講 是不簡單的一件事情 所以啊 我這塊地買下來 慢慢慢慢地來規劃 祈求王山老祖吃杯 給我智慧力量信心 能夠把這一塊寶地 不要把它浪費 不要破壞 中主開示同修們 易經大學私縣調金鐘寶地的新建過程 金鐘夜想法借勳 天下大同定太平 三十六金鐘享生 喚醒中華三族兒女的決心 世界和平又向前邁進一步 維新電視維新聖教總壇報導 接續是5月7日 農曆4月4日 在台灣南投 禪吉山維新聖教總壇 舉辦為期三天的 維新聖教王禪老祖 己害補天法會 目的是祈求王禪老祖 如天心佛 展現力量 為人間消災化解 讓爭端紛擾止息 希望帶給中華民族子孫 世代和諧 世界和平 我們今天 這個補天 第二壇的補天 第一壇在3月3日 天官四福 第二壇 就是4月4號 今天是4月3號開始深寒 4月4號是金鐘夜想 船千里 法界盟軍 建太平 所以我們在4月1號 就已經將金鐘夜想 中樓把它樹立起來 在每天下午早上 深潘前半個鐘頭 一定由世界和平促進會 理事長 研議法師 附著 明鐘36響 來喚醒眾生的覺醒 化解干戈西戰爭 意願人心相疼愛 同體世界永和平 同體世界永和平 就是必須要 仰臟天威 加持 金鐘的享生 來喚醒 來喚醒所有的眾生的覺醒 尤其在八卦天心廟年台 物極都天都地的中央物極圖 回顧在三十多年前 姚慈君母和西王母娘娘 開示 還有諸佛菩薩濟公古佛開示 說是道 道將中途 那麼所以到處修行者都很疲憊 要去找到道將中途 跑遍江山大海 還找不到 原來這個道 就藏在現在的益京大學 這個維新聖教總壇 後面 一條線有八卦山 接下來 這個寶地就是維新聖教的總壇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錢 買下來 很感恩 玄天上帝 他在這裡守護五千年 要給亡產老祖來轉這個法輪 後來我誤了 我了解了 道將中途 這個擔子就是落在我們維新聖教的肩膀 宗主其免維新賢氏同修們勇於承擔天命 化解恩怨情仇 共提天下太平 補天法會法儀 由維新聖教範貝學院元宗禪師 率領範貝法師引領同修大眾 恭頌諸金 供養諸佛聖神三界萬靈 同期世界真和平 維新記者尤慧玲 維新聖教總壇報導 請稍後片刻馬上回到維新新聞 2019年建築設計宇峰 禪吉山維新聖教宗務中心 袁新主任 5月5日參訪日本大本教 實地參與大本教莊嚴殊聖的彌勒法會 維新聖教與日本大本教相關發展與情誼 透過以下的畫面了解 禪吉山維新聖教宗務中心 袁新主任 5日受邀拜訪日本大本教 2018年日本大本教 來到禪吉山維新聖教八卦聖城 參與鬼谷子王禪老祖大金聲接曼典禮後 對維新聖教致力於世界和平的理念 與實踐深感認同 宗主混元禪師於同年11月18日 率領袁松院長及多位宋經法師回訪日本大本教 亦受到熱烈歡迎 並且有了更進一步的相互了解與認識 在大本教林牧本部長的聖情邀請之下 宗務中心袁新主任與維新聖教大阪道場原家主任 於5月5日前往日本大本教林部本部參加彌勒法會 這是為了祝賀其創教教主出口王仁三郎與彌勒佛天人合一的紀念日 而舉行的聖大法會 該法會有1600餘成員參加 集結了大本教各地的知會長與重要幹部 此次邀請維新聖教與韓國大巡真理會參與法會 展現其國際友好與熱情 法會以神道教的儀式進行 檀城上供奉新鮮蔬菜水果與鮮魚 從各地而來的主祭代表一一輪流上台奉獻松枝 人們奉獻的松枝代表房子 而上面的紙張代表衣服和檀城上的蔬果食物 共同表示向天神表達感恩賜予封衣主食的感激之情 接著送念大本助詞 法會圓滿後 教主出口紅女士致贈元新主任親手燒製的茶碗 而元新主任亦致贈混元禪師所傳授的風水學的奧秘書籍 以及河美道場的文創商品 並且說明手提袋上的河美道場建築外觀圖 是由混元禪師親手繪製的具有特別的意義 元新主任亦代表宗主混元禪師 邀請大本教本部長林木先生 國際事務部時野部長 以及同行韓國大巡真理會李泰烈部長 於今年農曆10月10日 來參加維新聖教大阪道場的法會 結合東亞國家新宗教力量 共同為世界和平祈福 維新電視日本報導 殘跡山維新聖教參與2019年南投燈會 遵循宗主混元禪師開示 由維新顯示張婉玲師姐設計 珠珠發財創意花燈作品 參與這場地方的聖會 同時代表本年度的祝福及展望 受到各方好評 燈會圓滿後 在地方長官與善心人士的聯繫當中 4月26日由殘跡山維新聖教 藝京大學規劃院園倉院長 代表捐贈給台中情義科技大學 勉勵新興學子為藝術創作精進學習 開創無限可能的未來 殘跡山維新聖教今年參與南投燈會的 珠珠發財創意花燈 在燈會結束後 由規劃院園倉法師 代表鄭宇台中情義科技大學 4月26日舉辦捐贈儀式 情義科大陳校長非常感謝維新聖教的鄭宇 以及協助完成此項捐贈的南投縣張議員等人 花燈安置於情義科大教學區的草坪上 陳校長感謝道 我們也希望說跨出到這個社區去 對社區有互動 我們也希望說學校也開放 讓社區的裡面也能夠到情義來 享受其力的資源 那我們今天更感恩 我們南投縣 我們隔壁縣 能夠也把這麼珍貴的東西送給學校 我們非常感恩 我們會很珍惜它 很重視它 謝謝你們 謝謝 南投縣政府民政處吳處長及南投縣張嘉哲議員 也上台致辭祝賀花燈捐贈 今天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成果 真的要感謝我們藝京大學 願意把這麼好的一個東西 這麼棒的一個花燈藝術 來到我們這個地方 讓更多不只是學校裡面的學生 還有我們可能結合社區看到更多有機會參與到這麼棒的一個藝術品 規劃院原唱院長也致辭表示 那麼這一個珠呢 是由我們維新聖教的地址張婉林小姐所設計的 那麼有人說要我介紹說它代表什麼 其實呢一個藝術的創作 是給所有的人每一個人他自己去感受 而不是說做好了以後才在那邊說明這個就不對了 所以大家可以用你自己的感覺 那麼來欣賞它 應該這個是最單純而且是最重要的 陳校長致贈感謝狀及紀念品 祝福雙方情宜長長久久 捐贈典禮圓滿 所有師生來賓與珠珠發財花燈前合影紀念 維新電視台中報導 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們的收看 盡情鎖定每週六晚上7點30分 以及星期日早上7點30分 下午1點從維新新聞 了解最新的維新聖教動態 祝福大家福會增長 世事平安圓滿 再會 青山 4 4 5 7 9 11 21 7 9 9 蛇 2 9 3 10 感谢观看